The Procet 欢迎学习《走遍法国》第二课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语音部分了 请大家翻到书 Bans son 8 第108页 这次我们要讲的语音知识点 son et lettres 是讲的是 gonsore呢 double 好,什么是gonsore呢 double呢 这就是中文说叫做双辅音 我们也知道辅音呢 就是辅音的一个意思啊 本身辅音的这个单词 实际上就是一个双辅音 我们看到两个辅音字母写在一起啊 连接在一起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为一个双辅音 首先从单词角度上来讲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双辅音都会出现在两个原因之间啊 看到我们课本上面的一些例词啊 比如说 好,那这两个L 事实上都是出现在 它左手边呢 有一个原因A 后面呢 右手边有一个原因 欲 好,所以alume 就是一种常见的双辅音出现的现象 除此以外啊 双辅音还可能会出现在两个字母的前面 一个是L 一个是R 好,那有可能是双辅音加上一个L 比如说souffle 好吗 那两个F再加上一个L 然后再跟上后面的一个原因 好,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双辅音加上R 好,比如说souffle 好,这些情况呢 都是单词上常常会见到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辅音字母有多少个呢 对,原因字母有六个 那剩下的二十个呢 都是辅音字母 而这个二十个辅音字母里面 常常什么情况下会有一个double的情况 也就是什么情况下会有一个双辅音呢 通常来说 我们列举出来 C F L M N B R S B 这些辅音字母常常都会有double的现象 也就是常常都会有双辅音的现象 Lilu Acore Offrir Belle Pomme Anne Able Ireel Bassage Devinette 好 这些词呢 常常都会有啊 好 那除此以外呢 在这些啊辅音字母中 有六个字母啊 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双辅音的 比如说 H G G V W X 好吗 像这六个辅音字母一般不会出现一个双辅音 另外要提到的啊 剩下的一些辅音字母啊 比如说 BDG 好 这三个字母呢 出现的频率呢 比较少一些啊 往往呢 都是和一个原音字母A在一起结合啊 比如说 ABE Edition Aglomération 而另外剩下的两个辅音字母 一个是Z和G 好 这两个辅音字母也是可能会有一些啊 双辅音的现象 但是呢 往往这些单词呢 都是一些外来词啊 比如说 BISA DRAGA OK 好 这些词啊 都是 事实上是外来词来的 就本身不是属于法语的一些内容 好 这是一些辅音字母啊 哪些辅音字母会常常有一些双辅音的一些现象 另外我要提到的啊 说到双辅音啊 我们就会和一个原音字母A在一起常常配合啊 但是它的发音规则呢 是如何是如何是如何来掌握呢 好 我来列举一些说法让大家整理一下啊 好 一般性在单词当中的话 通常的话如果有A再加上一个双辅音的时候 常常发的是一个A 好 比如说B了 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动词变形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组动词变形的时候有一类特殊情况啊 我们经常利用双辅音啊 为了让其中的这个字母A能够发出一个A的音啊 还记得吗 我们的Sable这个动词变形的时候就说的是Je m'a belle 好 那这时候呢 就是为了能够让前面这个字母A能够发成A这样的一个发音 但是如果A加上一个双辅音啊 是出现在此首的时候呢 这时候变化会有些比较多啊 比如说EFF和ESS啊 这时候呢 往往会发A 好 比如说A4或者是A4 好 但是呢 如果这个A后面加的是MM或者是NN 这两个辅音字母的时候呢 情况就更加不一样了啊 我们要知道啊 A加上一个M或者是N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个笔画原因 所以呢 如果这种现象呢 出现在此首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发成笔画原因A 好 比如说 ONUYE 或者是OMENE 但是如果这个EMM或者是EMN出现在词中的时候呢 我们要发A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FAM 好 或者是SOLENE 好 这些发音的细节上 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啊 总结 但是语音规则永远都是死的啊 但一旦你灵活的经常的讲的话 以后大家会把发音啊 变成一种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啊 那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语感了 另外从句子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如果两个相同的辅音啊 前后是相连的话 我们这时候呢 两个辅音都是需要发的 因为它们是在两个不同的读字的一个部分上 如果不发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思上的一些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例句 I love you 好 那这时候呢 要注意到 如果有两个辅音的话是 I love you 如果我把它发的很含糊的话 就可能跟前面那句句子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意思了 所以双辅音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学习 后面呢 还会有一些语音的一些练习 大家可以课后来做一下啊 关于语音方面我们就讲到这里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AK部分也就是比喻部分 这次呢 是一个描述性的一个文章啊 好 欢迎大家翻到 Banshesson this 110页 好 这篇文章的标题呢 是la mémoire des livres 书籍的一个记忆力啊 la mémoire 这一个名词呢 是记忆的意思啊 好 那其实在计算机方面的话 它事实上衍生成是内存的意思 也就是书到底能够存储量是多大的呢 那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来源啊 是来源于法国一个很中文的周刊 名字叫做L'Espresse 中文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法国快报 法国快报事实上是法国早期非常出名的一个新闻的一个周刊啊 影响啊 力非常的大啊 讲的都是一些时事生活方面的内容 它的创办也是非常的早的啊 最早的时候 它出现在L'Ezigo啊 也就是回声报上面的 那仅仅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副刊 后来它慢慢的自己独立出来了 成立了一个法国快报的形式啊 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找到它的电子版本啊 那相应的阅读它上面的一些文章也可以提高大家的法语能力 好 接下来这篇文章呢 我们发现有三个段落 大家在看之前呢 可能要注意抓住一些重要的信息 大家可以拿一支笔啊 或者是荧光笔啊 然后苏力念下来 也就是标识下来 划线下来 那这样子 大家可以抓到那些文章的一些重要点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 《厨替》 《厨替二万》 L'eure format va de la taille de livres à celles d'une feuille de papier. Les modèles peuvent stocker 10 à 1000 livres. 我們只要用了一個電子書,非常的輕便,你們可以裝幾百本書,就不需要扛著重重的書本去上學,或者是出去旅遊的時候,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這一刻的開始的幾句,只是為了引出整篇文章,它談及了如果你遇到了一個真本的收藏家,就是那些書籍的收藏家,如果談他對於電子書籍的一種看法,他會覺得電子書籍太冷漠了,而真正的書才會有更多的一些質感方面的東西。 而事實上的電子書籍有它非常大的一個魅力在哦,從後面的當中的一句佛宗的prénendation之後的部分,我們就可以看到具體哦,這篇文章對電子書籍的一個介紹,好,非常簡明,但是非常清楚的介紹電子書籍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東西。 好,首先我們看到一個短語,Un ordinaire de Bosch,Bosch是什麼呢?口袋,好,可以裝進口袋的一個電腦啊,但是它用途是什麼呢?後面有一個短語叫做DDR,好,就是表示 是用於什麼?Lecture呢,就指的是閱讀,也是專門來閱讀的一個迷你的一個電腦的這種性質的東西。 目前已經我們可以在市面上看到了GateModel,四種款式啊,可以選擇。 接下來介紹的是什麼呢?LeurePrix,它的價格。好,這些款式不同的呢,價格也像大家來說是不一樣的,因為可能功能上面有些不一樣的。 好,是一千兩百到八千法郎啊。好,那接下來括弧里,Entrebandes,它也說到就相當於一百八十歐元啊,到一千兩百歐元。 接下來說了一下它的外形的一個大小,LeureForma,Forma就是一個大小啊。小到什麼程度呢?Ladie de livre,像一本書一樣啊。 大到什麼程度呢?Unifel et de papier,像一張紙一樣啊,可能就看作一張A4的紙。 同時呢,我們還看到,它對的這一個電子書,它本身的一個,裡面能放多少本書啊,做了一個這樣的介紹。 它說到,好,裡面原來可以存儲啊,Stokey啊,十到一千本書啊。 那可能這個根據大家不同的一個電子從書的一個款式啊,和類型啊,裡面的芯片的能力啊,好,會有不同的一些功能等等。 好,這時候就體現它的一個Gabesde,一個容量。 好,這時候整個第一段呢,它就是,從各個角度上啊,來介紹了一個什麼是電子從書,給我們一個整體的一個觀感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段。 Gabard,De plus,Bedifusio RedTech,D'abord,Des livres moins chers,Sons frais de stockage et de distribution,Livre papier de 18€,Beut être vendu en version électronique à moitié prix. De plus,Avec cette tablette de lecture,On peut lire dans le métro, dans l'avion,Et même dans son lit sans gêner son voisin,Grâce au système de rétroéclairage,Des ordinateurs potables. Ce système est si puissant qu'on peut lire sur une plage en plein soleil,autres avantages,Et non des moindres. On peut choisir d'accountir le dernier taille désirée,Et grâce aux outils de recherche par mot clé,On peut retrouver un passage précis.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這裡第二段的一個內容啊,其實啊,一般性的一篇文章的當中的一部分啊,我們要注意一些小小的一些短语啊,其實它就可以告訴你這篇文章的一個大致的寫法啊,我們看到第二段內容裡面有些短语,首先是D'abord,接下來還有個De plus,還有autres avantages,好,這些詞啊,其實就告訴我們它是分層次的來說,好幾點的一個內容,而它介紹的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第一句啊,好,在第二段的第一句裡面啊,我們就可以看到啊,它實際上做了一個這樣的比你啊,把這種電子書把它比做了一個比數啊,也就是個手勢,好,攜帶是非常的方便啊,小巧玲珑的,而且是個怎麼樣子呢?是個高科技的產物啊,好,這時候我們會發現,好,它想引出後面的一些句子啊,通過這樣一個疑問句啊,它說,哎,這樣一個攜帶方便小巧玲珑的高科技產物, 到底給我們帶來更多的什麼呢?好,我們接下來看後面的東西,好,它來介紹的一些知識點啊,我們首先來看D'abord,首先是什麼呢?好,它重點的這個短语,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划出來,叫做De livre pour mon cher。好,什麼意思呢?指的是便宜的書。 怎麼是會便宜的呢?啊,它用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了,如果市場上有一本書,它的指字的書的價格呢,是18歐元的話,你現在只要花,啊,montier prix,指的是一半的價格,也就是9歐就可以買到了。 為什麼呢?因為其中呢,省去了一個倉儲的一個費用,省去了很多分销啊,銷售當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費用,這時候你的價格就可以得到了一個非常低廉的一個價格啊,非常的讓人家滿意啊,所以這個重點就在做De livre pour mon cher。 接下來,它用了一個De livre再說再接上來,而且並且還有一個什麼樣子的好處呢?好,我們看到了有這樣子的一個閱讀的一個工具啊,我們可以Lire dans le métro, dans l'avion, et même dans son lit。 我們在什麼地方呢?Lire back to,對不對?到哪裡都可以去閱讀。好,在地鐵里,在飛機上,就算在你的床上也可以閱讀,而且它有一個非常先進的一個系統,什麼呢? 叫做le système de rétro éclairage。好,什麼叫做rétro éclairage呢?事實上它是一個調節光線的一個技術啊。好,這方面這個技術呢,我們也知道,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屏幕啊,是LCD的。好,那這種屏幕呢,事實上它就可以從某種角度上就不會有一些背光啊,或者是等等的啊。 好,那比如說看到了一些環境地方比較暗的時候,它會自動的調亮,然後到一些環境非常明亮的地方,它會適應的以一個眼睛的一個感受度啊,來調節到一個相應的一個光線。 所以它後面它也說到了啊,如果你是在sur une plage en blanc soleil,好,在一個海灘上,上面海灘上往往都是會有陽光四射啊,這時候你覺得很刺眼,沒關係,一旦有了這樣的一個le livre électronique啊,你就看書絕對都不會覺得眼睛不適或者是不舒服了啊。 那功能性也是相當的強的。 最後他還提到了其他的一些優勢,也是非常的顯著的啊,相比一些紙字的一些書本啊,就是絕對不可能有的一些優勢啊。 首先這是一點叫做,acondigre d'ex à la d'aie d'ecihe。 好,我們又看到有些年紀大的一些老者啊,他沒有辦法看到那些很小的字。 好,這時候呢,電子書本呢,你可以隨意的來擴大字的大小,對不對? 好,你可以放到你自己所希望的一個大小上。 同時還可以怎麼樣了呢? 還可以啊,找到一些相應的啊,你所需要的東西。 好,我們可以horcherchebachmukle,什麼是mukle呢? 關鍵詞,kle本身是鑰匙的一詞啊,這裡就可以解釋成關鍵詞。 我們想找一個關鍵詞的一個在整篇文章裡出現的一個頻率,可以知道,哎,哪些地方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尤其是在一些啊,教科從書上啊,就可以顯得出非常重要的一個用途啊。 好,我們本身直至的書啊,你得自己不斷的自己找,對不對? 那現在電子從書就非常的方便了啊,你一旦輸入啊,在一個搜索地方啊,horcherche搜索的地方,來,輸入你的mukle,在下一下子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啊,就相當於一個word版本一樣的啊,好,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好,這段我們現在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 這段我們現在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 這段我們現在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 這段我們現在的一些好處,對不對? 對,的確,它在講電子書本的一些 avantages。 好的,接下來我們看最後一小段。 好,這是最後一段的內容啊,講得什麼呢? 啊,這是對接下來的電子從書的一種展望啊,我們可以看到電子從書的發展事實上是非常迅速的,它第一句就說了,dou va très vite,發展得非常的快。 好,明年開始我們就可能會有什麼呢? 好,是du vrai papier,那就是電子從書是一項真的一個紙張的那種書的樣的,為了服務於哪些人呢? 好,allergique,這指的是過敏的,也就是說有些人事實上是看屏幕會不適啊,或者是不適合看屏幕那些人呢,他就會有這種紙質的一些啊,電子從書啊,也會非常非常的一些方便啊。 好,現在科技發展的確是非常的迅速啊。 好,他最後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一種比拟的方式啊,讓我們想到了什麼是l'univers de la guerre de ceintre呢? 好,有一個著名的一個電影系列啊,叫star wars,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就是啊,星球大戰,對不對?啊,法國人啊,歐美人都非常喜歡這部電影啊。 好,那可以想到裡面一樣的很先進的那種閱讀方式啊,就實踐到了生活中了,的確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對不對? 好,全篇课文,好,我們就解釋清楚了。 好,這時候大家可以翻過來看一下整體的一些內容啊。 好的,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111頁的一些小小的問題啊,和這篇文章相關的。 首先,第一道題目啊,他希望能夠回答幾個小問題,第一個是agisatensodest。 好,這篇文章到底是寫給誰看的呢? 好,他的sible是誰呢? 也就是他的目標人群是什麼呢? 啊,事實上呢,我們就看到這篇文章主要講的是一些關於電子書籍,那自然是對於那些喜歡閱讀的人啊,我們可以說au personne aime la lecture。 當然你也可以是對一個普遍性的人,所有的大家,告訴大家有一個這樣的新興的一些事物出現了。 也可以說,啊, un public génial,好,讓大家知道,有一個這麼樣的一件事情和現象出現了。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donner le litre à chacun des trois baracraves,給每一段呢,以哪一個標題啊? 前面我在解釋這篇文章的時候,其實已經給了大家很多的提示了啊,首先第一段,我們講的是什麼呢? 好,我們可以說,就是présentation du livre électronique,好,就可以給大家解釋了,就是qu'est-ce que c'est? 好,到底什麼是一個le livre électronique,對不對? 好,接下來第二段講的是什麼呢? 好,第二段呢,事實上講的是 ses avantages,也就是les avantages du livre électronique,好,它的一個一些優勢是什麼啊? 講了好幾方面,好,最後的時候呢,好,最後的一段告訴大家,哎,其實還非常值得期待的哦,我們還事實上有一個新的一種類型的一個le livre électronique,好,是什麼樣子的呢? 可以是du vrai papier,Livretronique avec du vrai papier,哦,這個是明年可能就會有的啊,那這篇文章但是是在1999年的啊,所以就正好是2000年的時候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產品出現的,好的,這是整體的三篇文章的一個大致的一個概括。 接下來我們來看後面的第二題啊,這道題目大家可以根據第一個Bagakaf,第一個段落來了解什麼是le livre électronique,好,首先它的功能,function, la lecture,是來閱讀的,對不對? 好, où l'achete?好,在哪裡可以買到啊?其實這篇文章裡面大家可以找到啊,在裡面說到了, dans les boutiques spécialisés,好,在那些專業的一些商店裡面,對不對?好,接下來, prix,價格,它也說到了啊,1200,8000 francs,好,是從1200法郎到8000法郎之間不等啊,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format,好,我們看到文章裡這句話是這樣寫到的, de la taille de livre à celles d'une feuille de papier,好,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填上了啊,那事實上小到一本書,大到一張紙的一個大小,好,gabacide,我也說到它的一個儲存能量到底是怎麼樣呢? dies et mille livres,好,這就是答案了,相信大家應該很明瞭的可以找到啊,接下來第三個問題啊,lesementage,好,這些優勢到底是什麼?前面我們已經列举過了,首先第一點是, de livre à mon cher,找到了嗎?嗯,接下來我們是怎麼樣呢?可以 lire partout啊,可以 lire dans le métro, dans l'avion, et même dans son lit啊,在各個地方都是可以來閱讀的,好,尤其可以提出的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因為一個光學的關係啊,一個這樣的小技術,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優勢,可以怎麼樣呢? Lire en plein soleil,在一些陽光四射的一些陽光非常刺眼的環境下,也是可以閱讀的啊,最後的,後面還可以說到啊,它可以怎麼樣呢? 啊,可以扩大一個字的一個大小啊,不但如此啊,我們還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關鍵字來搜索這些你想了解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內容啊,好,這些就是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優勢,大家都找到了嗎?在第二個段落裡面全部都是可以找到的,好,接下來啊,大家以後可以對這種描述性的文章啊,就按照我教大家的一個方式啊,抓住一些 Frasque,一些關鍵句,或者是一些Moclet,一些關鍵詞啊,好,這樣子可以展開對一篇文章的了解,所以大家可以經常做一些標誌啊,一些標識啊,在閱讀的過程中啊,了解它的一個中心意思是在哪裡的,一起做些練習,鞏固學到的內容。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的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去参观一下 什么地方呢 这一次的文化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短片 是关于 是哪里的 一个美丽的国家 叫LaBelgique Belgique 接下来大家可以观赏影片 Bruxelles capitale de laBelgique est uneagglomération dunmillion dhabitants composée de 19 communes Belgique Belgique 每一部分人都通常通常 每一天 也有40公司的路上 如果她有40公司的路上 她们继续保持 和正常有不同的路上 地窗上的路上 使用选择 所有的住民朋友们, 是 最后一家城堡了 地区的城市 维币城堡 居民房子 多数全是 民主国家专家 和1700美国交易公司 大多大国的业组合 中国的党会议 一旦的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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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象 大 asi的和兵序 在城市中将有过2亿糡的码就用的码区 但是 Bruxelles有苏家的维生 和其伪领的维生 对比较多的敌人 在暗面中处长了 因为在兵序来这种微跌的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美丽的城市叫布鲁塞尔 这个是比利时的首都 叫做布鲁塞尔 为什么把布鲁塞尔称为 Gabidele de l'Europe呢 称为欧洲的首都呢 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意义的 首先它是那地方的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 对整个欧洲来说到的 那我们在整个影片里面也看到了 事实上布鲁塞尔是由那个19个地区组成的 大概一百万人口的样子 我们在练习册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文化点滴的一个翻译部分 在练习册的 在65页 大家可以同时的看着练习册上的相应的一些翻译 和书本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深入的一些了解 对于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景点 朱朱仔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些好一个个大球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做Latomium 这个本来是指的是原子球的一个意思 那它事实上是为了纪念1958年的世界博览会 也就是世博会 留下的最后的一个原子的一个博物馆 好我们也把它叫做原子球 那事实上呢 才离皇宫的距离不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最早早先的话 2006年重新翻修之后了呢 它开始每天都会亮灯的 非常的漂亮 后来为了环保的关系 那渐渐的就开始不开灯了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一些纪念日 就像上海的那个外拍一样在重要的纪念日他还是会开灯 让大家来欣赏这样的一个美景呢 接下来呢 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啊 叫做Malekan Bissar 这个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称之为布鲁萨尔的第一公民啊 那就是小鱼脸 我们以前在课文中也学到过他一些的英雄事迹啊 Buddy Julian 非常的受到了比利时人民的一个欢迎啊 在整个布鲁萨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广场 叫做La Complace啊 这个是大广场 这个大广场啊 非常的一个著名啊 我们再看到了旁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文章来介绍这个大广场啊 大广场呢 在1695年的时候部分是被摧毁了 可是大广场呢 绝对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呢 在大文学家余果的笔下 曾经把大广场说过 是整个欧洲La Blue Belle Place 最漂亮的一个广场 然后呢 不同的话 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个著名的导演啊 是叫做Jean Gouk 他也把这个大广场称之为 Enrich Déat 一个非常精彩 缤纷的一个大舞台啊 可见大广场在所有的一些文人雅士的眼中都是非常的漂亮啊 我们看到整个大广场的很多的一些建筑啊 绝大多数呢 都是一个巴洛克的一个风格啊 我们看到巴洛克叫做Bahok 而他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呢 就是他的一个市政大楼啊 哥特式的一个建筑啊 Gothic OK 所以大家可以对文化上面的一些建筑的一些风格也可以有所了解啊 好 除此以外的话 他在整个影片里面还介绍到了一些布鲁赛尔的一些交通状况啊 我们可以看到布鲁赛尔不但有Mittal还有Tonway啊 有轨电车和地铁啊 事实上呢 他们的一个地面的一些交通啊 也是分享到繁忙的 这也是主要的一些居民 他使用的一种交通方式 我们有看到在说到了一些居民的现象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Gabita de Oheben 好 布鲁赛尔那里呢 居住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啊 全世界啊 应该说主要说是欧洲的啊 主要的非常多的一些啊 公务员啊 都是服务于一些欧洲议会啊 或者是经济社会委员会啊 等等各种非常重要的一些欧盟委员会啊 而这些委员会的主要的这些机构呢 也都是在布鲁赛尔 所以呢 他就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欧洲首都啊 布鲁赛尔呢 除此以外 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名声的一些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有Marcher 对不对 市场 还有ProGant 就是一些旧货市场啊 那也是非常有意思 最后的一个镜头特别有趣啊 有一个人撑了一把羊闪啊 Baha Blue 上面居然还是一个欧盟的标志啊 那就好像都打上了一个欧洲的记号一样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短片 好 除此以外 晚马太到比利时人喜欢吃了一些食物啊 好 不要以为只有德国人爱喝啤酒 比利时人也非常喜欢喝啤酒啊 他们在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些啤酒节之类的啊 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 Mule et Frites啊 旁边有一张插图啊 什么是Mule呢 好 那事实上是一种贝壳类的食物 我们把它叫做一贝啊 好 那非常的好吃 经常可以和洋葱还有奶油在一起煮啊 配的就是薯条这样子的食物 在比利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连锁店名叫做Leon啊 那在巴黎啊 在整个法国都可以发现啊 应该说整个欧洲都会有它的一个连锁店啊 上面一个特色食物呢 就是Mule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藏一下啊 那除了啊 关于比 关于布鲁塞尔的一些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113页上面还介绍了许许多多的关于比利时的一些文化啊 和语言方面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看到绿色的一个啊 一篇小文章讲到了啊 被推浪个啊 什么呢 好 说三种语言的一个国家 好的确是这样子的啊 比利时那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比利时啊 有说法语的在什么地区呢 在 Lavalloni啊 也就是瓦隆大地区啊 主要讲的是Lefrancais 好 接下来Leflandre 好 这个就是福尔德勒大地区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 弗拉蒙 这也就是说的弗拉蒙语啊 好 另外呢 在领导省啊 也就是LeLamburg 主要讲的是Lalemont 也就是德语啊 那可见啊 这一个小小的国家啊 里面的人呢 可以掌握的语言非常的多啊 我们经常可以很羡慕欧洲的非常多的一些小国家的人啊 他可以具备很多种语言的一个能力 好 我们看到下面还有一张插图啊 有一个熟悉的一个动画人物 还记得他是谁吗 等等 对不对 OK 丁丁 好 丁丁也是我们熟悉的一个啊 现在会变成了电影啊 好 最早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漫画啊 那我们来看到了比利时人啊 他们在这方面非常的有艺术天分啊 除了丁丁这样的一个动画人物以外呢 还有一个熟悉的大家的一个动画人物 我们在小时候都会听到啊 蓝精灵 对不对 好 那这都是比利时人制作的 那比利时人呢 他也有很多的一些艺术家啊 那旁边的黄色部分啊 一个土灰色部分的地方 我们也看到他这里介绍了很多的一些 比利时著名的一些文学家啊 包括一些歌坛里面 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啊 这个人物也是 竹竹非常喜欢的 叫做Jacques Brelle 他呢 除了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以外的话 他在创作歌词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文学家啊 那还有很多的一些画家啊 等等之类的 最后面的有一个黄色黄色的一部分的小文章 特别有意思啊 这个文章呢 讲的是比利时法语 而我们有时候可以比较一下比利时法语和法国法语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区别啊 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要到比利时的话一定要搞清楚那边到底吃饭的时候是怎么来称呼这每顿饭的 比如说在法国我们说到的leisure指的是一个午餐 而在比利时的话它指的是一个早餐 而我们法国这边呢 说的dine指的是晚餐 而比利时那边呢 却把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午餐 好那他们的晚餐怎么说呢 叫做soupé soup是汤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啊 他们就觉得晚餐吃少一点 喝点汤就是了 对不对 非常的有意思啊 那有机会可以去比利时感受一下比利时法语和比利时的一些文化 有机会还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说法国地区的一些情况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